Hello 嘿嘿 我说之前怎么点不着 我走算协会了 走算协会放了这个小烟花了 大家好我是朵拉 今天是2月23号 昨天已经离开了高台县 现在是在骆驼城镇的 这个林场这边 昨晚就在林场的这个 路口睡了一晚上 因为凌晨1点钟抓营 这是能找到的最好的地方了 睡了一晚上挺好的 这边林场进出的车子 他们从来没有吵过我 准备骑船 11点钟 骑上高点吃的 就出发 我决定把睡袋晒干 晒干了我就 装车就出发了 今天一车店骑完 大概20多公里吧 就找个好营地 扎营再做饭 不想在这做饭 第一 这是林场啊 在人家福建生活也不太好 这边树木多 主要肚子不怎么饿 昨晚吃的挺多 太湿了 屋子里面也是 湿大大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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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不确定里面有没有 吸肉间跟热水 我补充一点能量 然后去看一下 今晚炒鸡蛋 放在箱子上面的鸡蛋 便掉下来了 带子掉下来了 都碎了好几个 不能浪费 不能浪费 高温消个毒 杀个菌都一样 反正西北的天气又不热 这些东西不至于说 特别多细菌 这个破了 完了这个也破了 天哪 我12个鸡蛋 12个鸡蛋 剩2个 剩2个宝贝 沿着山脉旁边走 基本都是上坡 我还以为 三天能够到清水镇 这样子看 四天 都未必到得了 都是爬坡 只能推 五点钟 到了这个高速入口这边了 这服务区 但是这边货车进出 我肯定不在这边扎营的 然后 我看它 对面这还不错 想办法把车给拉进去 什么不错呀 一样是路很坑啊 就这样了 这泥都太松软了 它湿的地方还特别泥 那儿稍微干一点 这样我要上厕所的话 就可以去这里了 其实扎营在户外 哪里都能上厕所 但是呢 只要看到这种 人文厕所 就 控制不住我的开心啊 还是喜欢自己 有点文雅的感觉 早上没有 开火 没有烧水 路上都快渴死了 就吃了一下菠萝 喝了两口水 所以先煮个鸡蛋甜汤 呃 补充点能量 补充点水分 再煮饭 可以下了 十个鸡蛋 花两个打了蛋汤 剩下八个炒菜都先多 现在白天都在零度以上啊 所以说 不用在帐篷里面做饭了 帐篷里面可以做着吃饭 但是在里面做饭会很大 尤其这样子 风口向下的 我身上就不会弄脏 不会弄得太脏啊 本来是想炒西红柿炒蛋的 但是刚才我感觉我已经吃了两三个鸡蛋了 我就决定鸡蛋还是留着明天吧 明天早上再炒西红柿炒蛋 用了昨天 香菇炒肉的底下的油 炒这个 就很香 不用放其他调料了 嗯 我发现 今天一滴油的煤棒还是很多油 因为那个香菇炒肉 很吸油 然后肉又出油 最终剩了很多油在锅里 吃饭 米饭还是多放一点水香 嗯 因为我帐篷里面是被光的 所以说你们看到视频 老是觉得忽暗忽那个的 它根据外面的光 一下一下一下的帐篷啊 根据帐篷 晃动的光线 就会看起来 一会儿白一会儿黑 一会儿白一会儿黑 我早知道这一路上 这么多服务区之类的地方 我又不会打折四五十斤水 拖在路上走了 但是拖着走还是心里安全感强一点 万一没有这种地方呢 对不对 万一补不到水 等下吃完就把昨天洗澡的衣服 洗掉的衣服挂起来 刚才喝了那个甜当花 喝着有点半饱了 不知道这碗饭干不干得完 晚上这种隔壁摊上服务区 就是看着很棒啊 亮亮堂堂的 唯一的亮光 我去打通水 然后上个厕所